在这个功力性很强的娱乐圈,新二代并不罕见,甚至一些富二代也想进入娱乐圈发展来分一杯羹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杨宗仙的故事。 其实,目前杨宗仙并不在娱乐圈中发展了,但是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它。 很多人都看过一部经典的作品《孰胆龙威》,它应该是90年代王精拍的娱乐性最强的一部警匪动作片。 像李连杰饰演的《大胆》,张学友饰演的《龙威》,王霄扮演的《反派医生》,周比利饰演的《功夫高手丧邦》等等都让人记忆深刻。 这其中还出现过一位眼镜小哥儿,他的身份是一名警察。 为了从劫匪手中救出心爱的杨采妮,他和李连杰一同闯进被控制的珠宝展。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就是杨宗仙。 在《孰胆龙威》片头,杨宗仙的名字出现在特别介绍一栏,按照港片传统,特别介绍一般等同于重点推出新人的意思。 作为一个新演员,杨宗仙方才出道,便能与这么多的大腕明星合作,可真是不简单。 现实中的杨宗仙的确来头不小,其父亲是台湾地区大名鼎鼎的电影投资人,也是台湾八大电视的创办人杨灯魁。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是很多香港电影公司背后的大金主,在娱乐圈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当年,刘嘉玲和王祖贤被台湾封杀一世,幕后主使就是杨灯魁。 为了让杨宗仙在演艺圈里头顺风顺水,但是杨灯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为儿子铺路,不仅找人为他包装和打造闽南语唱片,还动用各种关系,让他频繁上综艺以提升知名度。 其实,《苏丹龙威》并非杨宗仙的第一部电影,早在1990年,杨灯魁便找人拍了部《少爷当大兵》。 为了力捧儿子,甚至还请来万子粮,陈松勇和诸葛亮等大腕来众心拱月。 不过,最终杨宗仙并没有在娱乐圈翻出什么水花,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在目前发展。 杨宗仙转而回到台湾,在出演完电影《太平天国》后便退影幕后。 放弃演员生涯的杨宗仙后来,写助父亲做起了电视剧制作人,先后参与了《人仙奇版新楚留乡》,《书奇版风尘三峡之红夫女》,和《大S》陈晓东版《倩女幽魂》的幕后制作。 而目前,杨宗仙一直被大众提及是因为一段感情,是关于他和谢金燕的绯闻,以及两人是否有私生子。 如今,孩子的亲生父亲仍然是一个谜团,而谢金燕也从来不谈孩子的父亲。 谢金燕在出道时与杨宗仙被唱片公司撮合成金桶玉女,因而传出交往。 谢金燕之后还曾在综艺节目安排下打电话给不知情的杨宗仙,问他为何不选择他。 但是,杨宗仙不知被节目设计,还回。 这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吗? 显示两人确实曾经有交往。 而外界传闻两人没有修成正果,应该是杨宗仙父亲杨灯奎反对。 在2009年,谢金燕意外被人曝光私生子。 白口默便下,谢金燕只得承认了儿子的存在,并表示,当时儿子12岁了。 而巧的是,12年前他销声匿迹两三年,于是便有传闻表示,谢金燕私生子的父亲正是杨宗仙。 谢金燕在10年前付出异常低调,鲜少再传绯闻。 他与姐姐谢金燕私下多次带儿子与圈内人碰面,但他总推说是亲戚的小孩。 消息曝光后,谢金燕当时不在台湾,请经纪人求求代发简讯。 谢谢大家给我对外宣告的机会,希望大家帮我一起保护他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只能有他了,因为有他而幸福,因为有他而有动力。 记者稍后致点求求再次确认小孩是不是他生的。 求求说,对。 追问孩子的爸爸是八大荣誉董事长杨东奎儿子,台语歌王杨宗仙吗? 求求则表示,简讯内容真的是谢金燕心里的话,没有证明回应匆匆挂电话。 谢金燕简讯提及,过去到现在,我的家人给外界的观感总是围绕在堵,黑道,车祸,欠债,跑路当中。 也提到,其实我还要一直关心我的爸爸,独立抚养我长大的妈妈,疼爱我的姐姐,以及从无刻意隐瞒可爱的儿子,恳求外界给他们全家人一点空间。 记者事后求证杨宗仙,谢金燕的儿子长得像你,小孩是不是你的?你知不知道谢金燕有小孩? 杨宗仙装傻鈴说三次,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。 并很暴力地说,我觉得我跟他联络上在回答你,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,并未直接否认是孩子的爸爸。 记者前后问杨宗仙三次,如果谢金燕的小孩不是你的,你大可跟我们说不是啊,是不是怕伤害到谢金燕? 杨宗仙哭笑不得说,不要逼我嘛,并说,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,答什么都是错的。 杨宗仙被逼结了反问,为什么孩子一定是我的?他不能有别的男朋友吗? 据悉,谢金燕约16年前跟当时男友王世贤合买房子,但后来他因与杨宗仙偶断私连而与王世贤分手。 王世贤则否认买房,也说不是孩子的爸。 之后,谢金燕私生子的父亲到底是谁,变成了娱乐圈的秘密。 而在2017年7月,谢金燕父亲诸葛亮的前助理戴先生爆料,表示谢金燕儿子的亲生父亲就是歌手杨宗仙,并表示是诸葛亮大儿子谢顺甫说的。 诸葛亮前助理戴先生亲口表示,小燕儿的孩子爸爸是杨宗仙,百分之百,这是我们当时就知道的。 这不是小燕亲口跟我说的,是谢顺甫跟我讲的。 而戴先生也补充表示,自己与谢顺甫有30多年的交情,后来回到台湾担任诸葛亮的贴身助理,双方从2009年合作到2012年。 据他所知,当年谢金燕一得知怀孕就马上请谢顺甫帮忙,本来打算到日本生产,但因为签证问题改到美国。 不过,究竟杨宗仙当时为什么要否认,还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小孩的爸呢? 戴先生表示一言难尽,很可能是真的不清楚,但也可能有其他原因,直呼实在是很难解释。 对于此消息,谢顺甫透过讯息否认自己知道谢金燕儿子的爸爸是谁,并表示,除了谢金燕本人以外,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所有人说的都只是八卦与猜测,本人不再另做任何回应,谢谢。 对于此爆料,谢金燕的经纪人求求回应,我没有办法替他回应,这是他私人的事,杨宗仙电话不通,也没有回讯息。 而这个娱乐圈的未解之谜,过了很多年,依旧被大家提及。 在2022年5月,谢金燕参加吴宗仙的节目,吴宗仙表示,因为自己和谢金燕都是未婚生子,所以能和他心灵相通。 谢金燕保命20多年的生子怡云,吴宗仙暗示自己知道真相。 亦能见我不知道的事情着实不多,但这是人品的问题,我也从来不会讲出来,这要当事人自己去讲。 根据媒体报道,谢金燕儿子身高约185公分,曾被传长相帅气,见孩子的爸是仪表堂堂,高人一等的男模。 当年是在谢顺福安排下赴美秘密生子,年约20岁。 当然,这件事最终也没有定论。 或许,只有等当事人想宣布的那一天,大家才能知道真相是什么。 此外,关于杨宗仙自己也有了新的恋情。 在2012年杨当奎因病去世之后,杨宗仙继承了父亲的衣钵,向电影接近军, 监制了《大宅男》和《大伟卢曼》系列等等。 由于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低成本制作,再加上其市场仍主要是以台湾地区为目标,影响力自然有限,很难重现其父亲的辉煌。 而关于杨宗仙的感情其实是扑术迷离。 当时,杨宗仙的父亲杨登奎离世后,杨宗仙为了告慰父亲,赶在父亲百日内与何姓小女友结婚。 双方亲友在肯定BBQ聚会庆祝,但未公开宴客。 据悉,杨宗仙的女友远看神似郭才杰,他曾说,本想介绍女友给父亲杨登奎认识,可惜没机会让他们碰面,父亲就辞世。 消息曝光后,映画董事长郭建宏表示,与杨登奎比较熟,平时跟杨宗仙没有交集,也不知道辞世。 此外,杨登奎好友白彬彬,贺一航也都不知情。 贺一航说,有耳闻过他有女朋友,但不知道结婚这件事。 杨登奎正式对杨宗仙打击很大,至丧过程很低调,未公开面对媒体。 杨宗仙与小他15岁的女友小婉交往多年,两人在2013年4月已登记结婚。 3月,他还带着女友出席电影《大伟卢曼庆宫宴》,坦言,有考虑结婚。 原本想把女友介绍给爸爸,可惜没机会让双方碰面。 杨宗仙处理父亲后事时,小婉都在旁观心陪伴,相处已像一家人。 杨登奎生性低调,不喜欢麻烦人,儿子杨宗仙的私生活也相当保密。 诸葛亮在杨宗仙父亲杨登奎过世后,曾语重心长地要杨宗仙赶快成家立业。 杨宗仙结婚的消息传出后,诸葛亮的经纪人表示, 假如喜叙是真的,他一定很高兴,也会祝福他。 2014年10月,传出杨宗仙妻子小婉已怀孕多时, 她透过友人陈秀卿证实,老婆的预产期在下个月。 杨宗仙第一时间也到王妇,昔日影视大亨杨登奎临前报喜。 在喜讯曝光前几天,有媒体拍到杨宗仙与一名短发女子出现的心意威秀, 两人一起搭电梯到停车场牵车,本以为是她的老婆。 但对比后发现,是已离职的薄荷丽女同事。 而淡出荧幕的杨宗仙年纪不到半百,却已有一头沧桑灰发, 跟过去斯文小生形象判若良人。 杨宗仙透过友人表示,当时是制作人邱李宽和导演朱颜平约过去薄荷丽同事聚餐, 他顺便送以前的同事回家。 杨宗仙当时已发现被偷拍,回家也向老婆报备。 老婆还笑他,会不会被写成趁老婆怀孕跟女生约会。 小婉过生日的时候,有人张贴他的庆生照片,露出他怀孕端倪。 照片中,小婉虽是坐着,但明显可看出肚子不小, 手臂也比去年粗,完全就是孕妇模样。 结婚一年多的两人将生格当爸妈。 之后,小婉顺利产下一名女婴,二人世界升级成为三口之家。 在2015年8月10日晚间,有人在新银威秀商圈目击杨宗仙夫妻俩在百货公司逛街。 小婉还推婴儿车,车里头正是九个半月大的女儿。 一家三口首度曝光,杨宗仙透露女儿小名叫养乐多, 笑称自己跟路人没两样,而且胖了七公斤之多。 杨宗仙一家人悠闲逛星光三月百货,低调未被人认出。 小婉清汤挂面发型,身材纤细,推着婴儿车到服务柜台, 像是在咨询停车费用事宜。 杨宗仙则先到外头闲逛,没一会儿再一起会合,享受天伦时光。 消息曝光后,有记者向杨宗仙打去电话,进行了电话采访。 杨宗仙一接电话先说,怎么还会想拍我啦,我现在跟路人没什么两样。 身高174公分的她,婚姻如意,有女万事足,心宽体胖。 杨宗仙说,因为性的关系,女儿小名叫养乐多,九个半月大,算是乖巧的婴儿。 夫妻俩亲力亲为,没有请人帮忙。 那半夜谁起床喂奶? 她不好意思笑说,妈妈几率高一点,因为我不易睡着,睡着后又不容易醒。 被问,还会再生下去吗? 她答,随缘了,也没有特别努力。 娱乐圈的事情确实是纷繁复杂的,总之还是希望大众们理智一点去看待所有的事情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祝您每一天都要有好心情。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,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。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